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我們 等一下 楊一川先生會全程用台語講 我們尊重到你 那聽不懂台語的舉手 他 你聽不懂 啊 我都這樣 聽到代曆的語啊 唱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們還有外國的朋友聽不懂 那旁邊可不可以幫他翻譯一下 就翻譯一下 我們尊重兩者 可以 稍微 那我先用北京話 先講一段 我們今天談這個台灣的厚晴明 葉宇的朱瑋英 談台灣的厚晴明這個問題 其實一直沒有在公開場合裡面 但他在學術裡面已經談得非常多 我們談這個問題 很主要的經驗 是我在研究法國哲學 關於法國哲學裡面 黑腳羊 那個卡蜜 那個意大利 那個意大利 像這些法國哲學家裡面 就碰觸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 所以我把法國哲學 跟厚晴明的關係 拿出來談 談的時候我發現 台灣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在1970年代 80年代就有人在看這個東西 其他就是餚皮酸先生 後來也沒有人看到 可是 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 我們如果按在國際的這種體系裡面看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到 可以 完全可以了解到 台灣是在一個殖民的處境下 比如經過日本殖民 比如說 國民黨的 按照國務界面所說的類殖民 就是 創造出上下的幾個不同的狀態 那在這個體制裡面 然後大家也很習慣 就是 簡單講 為什麼你會覺得有一群人 感覺他們 自己覺得很高級 或者有一群人 他們就是高高在下 不同於其他人 那當然就是會有創造 那這個背後的原因 可能就是一個殖民的因素 那我們常常聽到 外來政權的等等問題 那要 回到這個背後的結構裡面 放到世界史的 那個世界殖民史來看的話 台灣的圖像就會越來越清晰 所以再請 楊碧川先生今天來跟我們講 那我碰到他的時候 是在一個喝酒的場合裡面 看到他 然後 還是他是楊碧川 我就非常的開心 就跟他要說 來哲物講一場 然後他因為喝酒所以答應 所以他一定來講 所以我們才今天有這一場 那他的故事非常精彩 今天還有 秋菲賢老師 秋菲賢老師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我放在哲物上面 哲物的本事業上 他寫了介紹 楊碧川先生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故事 那當然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他剛好 他是自修自學 他是白色恐怖 在貝山監獄裡面管了七年 然後在那時候 他是在 做一個中學生的時候 他在獄中自修 學了英文 然後學了世界史 然後 然後後來又在 很出獄之後 又自己自修英文跟日文 所以他其實 他的讀書方式是非常特別的 光是學他讀書方式 我剛好問過他 這個大地上受苦者 就是法農的 我們還可以找到 我問他說你翻這一本書 我說我教稿叫得要死 那個寫的 他說他花了兩個禮拜 把這本書翻完 那我說你一定要跟大家講 那個撇步 為什麼他有辦法 兩個禮拜 翻完一本書 那這個其實上是 非常有意 而且還是手寫的 所以他會定 等一下聽他講他的故事 那我們當然是從 從這個角度 從這個角度來去看 從阿爾及利亞的這個 世界的執明史 然後去翻過來 去看台灣有哪些 被執明 或者執明之後的狀態 那我們講到簡單的執明 到最後我們去談論這些執明 跟被執明的關係 最後要回到一個 論理學上的問題 就是平等的問題 為什麼有人比較 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機會 跟活在一個 比其他人更為平等 平等是屬於少數人 然後很多人不平等 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會回到這種 之後的哲學上面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 先熱烈掌聲 歡迎楊麗川接受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 歡迎楊麗川到我們 各位這些朋友 很久不見到 這麼開心的 在我們看到 這麼多人 要來聽 聽這些 厚子民 其實 對我們來講 不叫做厚子民 而是正在子民中 我們繼續還可以給他們自民 所以 一時間也要來 他們的方法都要來講 厚子民是誰 就是 大部分是說 建建市民地 獨立不過 現在 已經尋規矩了 聽到 要講 就是 我一本 跟我們 我們 都 有時候我的對 特別注意 因為我第一 我那個疫區七七年 廟宏堂上的時候 廟宏堂上的時候 就去找那個 廉宏堂 已經廢用了 廉宏堂醫師 他照我一本主要看就剝一個師 日本二師 有一個日本書家的 那時候又是見你十七 1987才九十年 所以我1977看了一分就說 喔 跳起來 我馬上把你做一條文 做小色術 文章很厲害 你看 是胡志明 所以我今天穿一條胡志明不知道 這娘 天皇去 去這個胡志明市 你背一背 這個叫胡志明 你知道嗎 不是咬皮磚 講完就說 你就打過那個感覺 我本來也對台灣是不出名的 你如果打過那個感覺 開天的一條就開始一隻 所以我以前 胡志明在越南奴隸 我小孩的女子 農家董事結局 有冠冠說 大家看法郎 幾兩兩次 不一樣的 所以要跟那一兩條同學 我就去米國那一堂一堂 去找那一堂 其實法郎明說 以前是借年時代 這個東南奴隸一堂燉豬豬豬豬豬豬 他就告一堂 不是這堂 那一堂都是台銀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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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看了很多理由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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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我們以前畢竟說 本來在經濟來以前 變成八十年了 但記憶了很多 先說我個人就很感到 我差不多國中一年級 十二歲的時候 就像台灣人一樣 看你怎麼還好 我看你不覺得這是水湖傳 所以說裡面我現在印象的情緒就是 官兵無敗 我沒有出版過三四十歲 出版的三十歲也沒有出版過 沒有出版過更精采在後面 這個概念就是我一直對國中的學生 所以我都沒有講話 都感到 我一看文青雜誌 至於有中公 外國都看的 所以大家九個三個都還不到 建設 他就叫我們幫起來 我去之後 軍替這個教育的老師 傳達我們最好的老師都拿去做外 所以他就做外國老師 所以我的學生就是這樣 所以要學生就學生 只要他講到我本學的時候 嚇到我會很麻煩 下回事 我都不要煩到 他立那個時間到二五就好了 所以他去判斷是很麻煩 但是我知道 我四年就跟他改成過一個外國 所以有很多時間去數個 出來我說我出來一天 第一個概念就是 日本時代台灣共產黨是祖庭大安導力還是祖庭大安導力 所以現在這樣說就說對祖庭大安導力還是麻煩 那個時候 1920年代 列寧在說這個殖民地民主解放問題上 他說教育大安導要幫助 幫助市民在一些進步的出產概念 或者結局的出產概念去推動這個運動 但是不可以跟風味談 我們做人家做人家 但是這個概念要 他的意思就是連個陣線 要跟進步的出產概念合作 所以 大安導一開始就 就很重點把他交給他 他說因為我看不見 所以我拿著去 就 很像是那個楊葵郎先生 我們跟學長 我們不可以叫學長 我們叫同窗的好友 台灣叫鐵窗的 蘿蝦是去論壹說同窗的 我們在說蘿蝦就是 在立台灣的 台灣叫鐵窗的 所以就去研究研究 他有一部分 台灣威力真的 競數就是 台灣總督府警察院的各自來 第五件叫做 台灣社會運動的 很大分成員 現在那個 當年那個人 人間營他發出來 本來我想要看 結果 說你我成敗的 旁邊還在那裡 走到那裡 這次我看到 喔 印證我 我那個吃飾是健康 因為 在那個 就是說二次大戰 一次大戰醫療 到二次大戰醫療 這幾十年來 會怕 社會運動 要走到土地運動 一定有限制一個過程 就是 有限制一個共產主義的 所謂的 受夠進 共產主義的實力 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一旦就說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 是一個流行 所以 在那個時候 有去想 有去想這些 跟我們昨天的囚禁 有去想 有去想 在那裡 子民地 那些地方 還要 還要 嗯 這樣說 欸 啊為什麼 他剛才沒有呢 他一開始就是 要走那個 被暴力不合作 所以他就走他走 所以 甘地是 最討厭的 因為 他那天 那種甘地傳 砍了 吐出來 他跟那個 巴斯斯坦 在主廠 那種 一模糊 一模糊 但是 我再說 我現在說 你覺得可以 都可以 做這個 甘地 甘地 整個巴斯斯坦 他就要討厭 他就是標準 跟我們現在 台南一樣 順明清淡 好 什麼叫順明 就 清廟的時候 那 我叫判斷 判斷正直 所以 他就給我 我的 我的全職 他就說 養給你全 這個 甘地 他就說 頭部 他說 通緝 他也沒說 不好 不過 我們不合作 這樣就好 結果 這個 我剛才說 巴斯斯坦 巴斯斯坦 就是 伊斯坦 對 回家 他說 我怎麼不跟他講 這個 甘地說 我們就 一國 一幾千年來 哪有島嶺 這個 珍拉跟他 說 印度 就是一個 一個透明的國家 印度 怎麼不透明 印度實際 都不透明 所以 我們要離開了 如果我們要離開了 那 甘地就不透明 所以甘地 每次人 他都見一個 會暴力 有一半 努力的事件 就是 他就 去 打死 英國 插 打死 他就說 他整個 英國 這樣 開車 一齊 一齊 從台 還有一百人 他說 你 辦公家人 叫 麥克林斯 妄愛人 對你 也是一樣 打 開 我們在那邊說 還有一頁也一樣 就是 市民者 對 對 反動者 因為他只有一種英國人 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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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 你會哭 如果外國人 就死 死了 所以 這個 就這樣 現在買了 你看說 巴西斯坦 又併這兩國 現在問這怎麼一國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西巴西斯坦這邊的人 他就跟你討論 他就 剛才說 我就高高在上 你這就是 吃的國民 吃的國民 就 吃的國民 就 所以說 所以說 十幾年前 有時候 一個問題 世代民族改善 世界民主選方運動室 對不對 不連連的民進黨 第一次執政 所以說 你不知道我自己的 賣不到兩百多數 沒有人要看 大家也獨立了 所以 明年我還要重出一次 前面還要重出 然後 我說 我現在這份 這可以吃 是自助性請教嗎 因為 還沒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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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到 寫到現在 是跟蘇格蘭共同 和 比利時的語言不同 互相 差不多三十六年 你如果 你不願意 你得到 快樂 對 正在我這份 過了十八年時間 重新安心說 有時候 我寫一份 我是說 那些人一定會感動 哪些人會感動 所以說 都沒有說 我們都會好 這個世界 很多國家 會進行回祝開始 後來 後來 就是 他回祝第一 要看 他要看 他要看 結果 就是台 我是台來台去台去 他說 很可惜 我 這句話 之前 其實我 下場都 一百年 介紹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成功 成功 三十 現在 剛才說 你們有機會 去 往路 那裡 有一批 二十六年 戰爭 差不多 三十七年 一起 那 都 開始 學生姐 先來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阿爾及利亞戰爭 阿爾及利亞戰爭 阿爾及利亞是在 1830年 到1965年 被法國殊命 那阿爾及利亞戰爭是發生在 1954年 一直到1965年 但是我們一般稱之為阿爾及利亞戰爭 如果你用法國的角度來看 一開始它叫做阿爾及利亞的 內戰 把它視為內戰 然後到最後 等到1999年的時候 法國才正式承認 這個叫阿爾及利亞戰爭 不再以一種騷動 反抗 反派 來去形容它 所以在語詞的接近上 戰爭就是國跟國之間 內戰的話就是 是 叛亂 或者是 那個 反抗 就是屬於在 過內之間 所以它這個語詞使用上不一樣 那它剛剛講的阿爾及利亞戰爭 大概是在 法國殖民 我們有兩個 有兩個世界史的概念 在1945年開始之後 1945年到1954 是第一次印度之納戰爭 就是所謂的越南戰爭 當時是法國統治的越南 但在1954年之後呢 到1975年 就是我們俗稱的第二次印度之納戰爭 就是我們現在最常講的越戰 那在這個被世界史那種 那再把這個世界史放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全部都是屬於在人戰的時期 所以你大概有三個東西可以 因為大字也有關的一樣 教書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要先把這個時序讓大家知道 大概1945年之後 開始進入到人戰 然後再從1954年到1975年 是越戰 影響這個世界最深的 這段時間 然後切成兩塊 那在法國這邊呢 再切成兩塊 在1954年到1945年之間 是越南戰爭 接下來就是阿爾及利亞土地戰爭 就是大概 我帶順著 有些東共的條例 就是 剛才剛才開始 因為 我剛才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有些阿爾及利亞土地戰爭 因為我有看錯的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 我每年都要 農業西里 不知道要欠很多錢 就是 我都要找你問 那個救助單 那邊問 找個很大問 阿爾及利亞戰爭 很大問 然後 那邊問 那邊問 這 從那裡開始看法輪園園圈 再來應急 那邊看法輪園圈 我告訴你 因為 這本 法律上的受負責 他 其實我自己在看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哭不出來 因為 他碰人看不出來 他在用 其實他的理論很簡單 就是 為什麼 他是 他自己指定 他是法國人 他是 戴著白面具 黑皮 就是黑皮 他還帶 法國差點 他全身就是要做法國人 他媽媽是我的 要來當中文 怎麼 對 我的明明不是法國人 我說 我去當法國社 跟我們現在大人說 我是中華民國人 那就是 那時候 有些事情聽我的課 就知道 我問說 你哪裡人 你哪裡 真的 人家 一句 我也是 我是台人 你哪裡人 就大人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你怎麼問 老婆說 我是中國人 他說是中國人 他還說 我們老婆 我們老婆已經回家 說他太會了 沒關係 他也沒有事 老師 第一位就是 我小學二年級 從事業 爭到台北 第一天就是 被打響報告 我那個同學 在講台語 老師有來講 我自己到來 我不要講國語 我講我 你從哪裡來過 跑操場 要喝一口 然後就來 幫我做一口 說爸爸 爸爸 什麼 像是國語 我們老婆 是很 很忽略 來講 啪 搞不動 的 所以 這個故事 人聽得很好 但是對我講 是很大的 無力 所以 我這次 在日本的港 有一個小姐 在日本 學生說 哎呀 藥長你說 我也聽 我說 我老婆 他說我老婆 你說你老婆 就是高 猶求人 你們現在要搞 猶求人 正在努力 所以 這種的經驗 就是 我們說 市民的經驗 我們現在還 八成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 把人家說 其實 法隆 他就是 他就說 他去做 精神分析的 他心裡說 這個人們 沒力 有一個人 看到 人家 想要 把師兄 告訴我 那些人都精神病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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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病患做這個 我請問一下 我一定 因為 法隆 法隆 他是 他是 當然講說 黑皮膚白鳴群 就是 他是受到法國殖民 可是他住的地方 非常特別 他住在 那個 靠近美洲 不是有大暗地列斯群島 跟小暗地列斯群島 在小暗地列斯群島 裡面的其中的港 叫馬丁尼克島 那法國他們 其實在海外殖民 大概有分歧 一個他是屬於法國海外殖 還有一個是法國的殖民地 那法國海外殖的人 比 法國殖民地的人 來相對高級 所以他們開始就會分等級 本國人 是最高級的 然後接下來 是屬於 海外殖的人 比較高級 然後再來 才是像 那個 奈吉利亞 然後北非 他們是屬於第三級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再區分 如果他們在模仿 比如說一樣都是黑的 黑人在模仿口音的時候 那個奈吉利亞人想要學 學的口音是馬丁尼克人的法文口音 法文的人的口音想要學的是 就是法國本土的口音 那在北非阿爾及利亞人 所有的知識分子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講標準的法語 所以在那個語音上面的 自我要求是非常深 他們一直 他們都有一個擔心 擔心不小心 他們的腔調 洩露出來 他們的 所屬的那個地方 的聲音 跟我們 才早期的時候 在國語 力量非常強大的時候 大陣 他洩露出來 自己的泰語的口音 怕全社絕對不標準 等等像這樣的事情 就是可以說其他意味 是啊 剛才說 剛才說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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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種 生命的現象 剛才我小時候也不認識 那個 慢慢慢慢 做完整 到 那些媽媽過去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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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告訴他 這個故事是最頂強的 那些 那些 發官 申報一下 他說 近年那個 那個 那個 主審 主審 發官問他 他說 我們是用 派軍華 我們是派國罪也好 那些 八萬中央 很公平 那些 結果 那些 那些 發官問他 他說 他說 你這麼兇悍 如果將來台灣被你打下來 你如何向 毛澤東交代 你知道嗎 我毫不辭意回答 他說 老子打的天下 為什麼要跟人家評分 哈哈 那些發官 那些人都說 他在賓 他在賓 那些人說 台獨分子 他在賓 他罵他 台獨分子 所以我就變成台獨分子 我代表 全中國十億的人口 審判你 我把他講回來 但現在 想到他那一幕 我還覺得很偉大 現在更偉大 現在 那個十幾億的人口 一天沒說 台灣是神職 不可分各一分 有一座 一座 台獨分子 然後他沒死 拜託快來 我等一下 不要讓我等得來不及 我等不到 我等到我八十歲 你還不來 那我怎麼放開 我說 站著死 不能躺下去死 要站起來死 要有尊嚴 所以 所以四千兩千 就知道 我大家記得要說 你們下次 我看到那個 那個中東部 中東部 我叫他總部 總部 他去 你今天白癡的 該做一萬一的 紅旗的選擇 會再掛一個 我的高級 你們就 啊 他說老師 我覺得是殖民 所以 現在我們 講到這個 人家說 這個殖民 有些後殖民的很小 大家對這個 得到很出門 後殖民跟我們說 是後面 就是殖民 其實 該怎麼做出來 這個 這個 只是一個 原則 不是東西 就是我們做一個 各家 解釋不同 要怎麼說 要怎麼做 後殖民就這樣 後殖民就這樣 後殖民 去殖民 去殖民化 比較好後殖民 剛前這個 就這樣說 後邊 剛前這個就是 剛前這個就是 我們如何 脫離這個殖民 對我們台灣 更有效 脫離殖民 所以外來正經 這就是我後面的 就是 以前的 剛才是 我第一次 外來的政權 大家就開始 慢慢習慣 我現在 現在不可以說 是殖民政權 這個 反正我又抓了 所以我再寫一下 外來的政權 大家就習慣了 這樣 我們台灣的經驗 其實是 為 台灣的牛市 但是如果 八百年 不是四百年 六百萬年 就開始了 我們不要說什麼 我們這四百年 下屬就是 就換五個老闆 為何來人 平成功 千條 日本 九戒九 沒有殖民 殖民國 殖民國會九四九年 十月一號就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如果看到那個 某某黨的話 我殖民國萬歲了 我是殖民國總統 然後我會 這就是 這就是 所以我們 沒有一間 沒有被子 到今天為止 我孫子已經五歲了 還是被子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人敗的國家是 要分道 我們現在我們用那個 結合論 就是 那大家都說成功 是成功扶持的代價 現在死多少人 你不要說 你阿北 都要把時間阿北講 因為 每個人都認 他說 這不得了 就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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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完了 現在 現在 都說完了 現在 大家都說 也可以說 希望有一天 大家都說 不過 目前來說 我們先需要 拿到這罐 拿到這罐 說 不好意思阿 替你噴一次 不可以噴一次 第一次 你跟我們這樣說 像這罐 說 南美金浩之前 我來去台台做老師 說 我 家在母 不需要照顧那件事 再來 因為這個 這台已經習慣了 說 我剛才說 甘義的 我就習慣了一罐 以前 反過來 他 他的 馬這人 他的 那個 東國出席 他 tofu 他有感受到 從阿二一人 你怎麼就是阿二的都做下去 就告訴他們 做到台北 大家都會 老一坦 我們林浩 你想說 很高等人 他們都做不到 你突然 在 我們牽著台北 報一到達四眼 不是不一定,他要表演,就告訴他 不過,我聽說,怎麼會這樣做 我們拔人 我們台東很大,很大拔人士 好到自己拔人去禮捕 所以這種心態之下 尤其我們做這個運動的人 實在告訴我是好處 我正14萬,不叫拔人士 其他人,像我前輩說 我們來的同窗,我70萬 我是全台灣小小的,70萬 像我8到10萬 他整四年都很差 他為了要讓他 不能製造造影 他的方法就是 我們主要人有30倍以上的計量可以做 你要去穿過6萬元的塊 就是 有足夠的 工職人員 但是說6萬元的醫生 什麼建築師什麼事後 都可以做 他有做的啦 全部取消 就要把他扒扒給他 再來就是 讓大家都怕他 我還要做 警察就來了 我去住房子 警察就來了 老闆就叫他 拜託 我那個押金退完 他 要擦擦頭 大家都這樣 人家都這樣 人家都這樣 我說我很不敢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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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産 鎮 雙姆 也規定 犯過 內幕化mesi 人家 人家 債 先生 小朋友 什麼 老朋友 就一直出 怎麼 但 我告訴人家 就有 那時候 他還坐著你 唱著你 唱著你 所以這樣見不下去 他給你指責 他不是自己武功不好 他就隔離這個 把我們這種人隔離去世 給他看著說 你如果走出大海 都死了 我們就要說 智藤高明是智藤裡面 比原住民人都要照顧 最智藤 我是最大的震撼效果主 給你做的不太好 最愛嚇死 以前 講時代 我跟學生接觸師 學生的我完結了 有一次說要聽我 一次不懂 不要這樣走進去 你會在後面好朋友 小小鈴鐺就在後面好朋友 但是 有一個我聽得很感謝的講 我講一句,很會問我,你怎麼教你呢? 你就是不教你,不要教你了,你教你怎麼教都因為你很想要吃十萬塊 就去吃飯,你又教你講,聽別人說國標,一千或什麼,都聽不懂,聽不懂 現在老婆就開始跟人家教室說 誰還好大腿 你如果大腿的話 大腿輸了 做你總統來大腿輸了 你都很大腿輸了 抬起來 你應該不知道 有刺口也有 再來老婆就開始 老婆就開始 老舅說 你如果老去做老婆 抬了胖的都沒關係 怎麼都這樣 你做爺爺就這樣 現在老婆跳出來說 世紀老婆說 你做什麼老婆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去做正義 每天都怕你 這句話就這樣 所以這個教會才很好 我們大家在告訴他們 為了解釋 可能我又說其他的 現在就說 這關教會 這關執民教育的結果 就是 讓大家 都討厭 所以我們台會裡面說 我心中總會有一個小情緒 你先知道 有經常時代 大家都 跟他講的 都 欸 你會 你會說一聲 有人會保護 你會操 破案獎金多少 40萬台幣 40萬台幣 你會說 每天以前 每天都行 所以 就聽說 大家 都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的掙扎 晚上 還跟他講 匪蝶就在你身邊 智慧 不保餘的同罪 大家都 怕死 所以 你會說 你賣錢賣 我們這個 叫 觀眾在外來接完 對 結果是大家 比順利 外觀 順利就是千條那時候 怎麼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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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就是 那個 千條 現在要打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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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台 我大小子 叫做 人家家庭 過了這三個 五個這樣子 整個村莊都燒掉 人窮都殺官 那兩位呢 再來 我給他媽祝 所以現在媽祝 他給他那一條 他以前被燒掉 那時候最動的 被燒殺了 他說 當然 那之後 有一部 這個 正好大人叫 Mr.C郎 師郎 我叫Mr.C郎 師郎先生 他小子 就 師師不要 要打蛋 那就是那個 主義鬼 台中 一拜 十七歲 他主義會 打 這個 教官說 人家人 腿了 癲癲 怎麼 三個三個光 他又分化了 你說 你現在 我簽天來的時候 你家不可能 掛一支 大清 一米萬萬歲 這就是 我是藝民 我不是怕那樣子 結果 正確 剛才嚇一跳 就說 沒問題 大家都說 快點快點快點 所以 日本人來走在台中 撞一下 你大人才夠 現在我們來的時候 日本太陽子 嚇一跳 我們早上 你們又不敢走 所以 大人 這些 藝民 藝民 庶民 我只要搖擺不定 我 老婆人都做庶民 我們又不太條 你不要做大甘 你做庶民 外外 外 所以這樣其實 不是共同的 全了解 對 那你累積四百年來的天 就是平安 所以 你說 你看到大人 還有一個 那哪有什麼貴重 哪有什麼好處 都是跟外來這群合作的 叫佛好處 這個魔術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 不包括理書前世 歷史沒有清算 你知道嗎 那現在就把他們說 那什麼 姑姑家什麼時候 沒有人把他沒收財產 或者把他抓來死蛋 都沒有 孤孤孤的養生大家都習慣 習慣做 做庶民 那 看起來 我去當 藝民好了 所以 台灣就是 台灣就是藝民是家 台灣 武士情差 就都這樣 你看起來 台灣是 科技 電子新貴這些 要勾走 台灣好處 台灣都是要 要整理好處 所以 我告訴你 另外一句就是 印度的那一句 對嗎 我問你 你知道 藝民是什麼意思 藝民就是 藝民就是 保家衛 我保哪個家衛 保清朝 不是保你家 你知道嗎 你去法國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去台前 你不要跟他抬 你叫做藝民 你若死了 我才起一間很大間 就說 我們是在那個 藝民廟 全台那些 都不在乎 每次都不在乎 每次都不在乎 藝民 還有一個人都不在乎 他們叫我們生命 不知道 誰在台灣的第一大 後害 就是 麻祖 為什麼 因為麻祖 就是一群 麻祖 是要這樣 啪 翻過來 就這樣塞進去 所以 一定要麻祖 把那個 這個 把那個 保佩龍 大家怎麼 一定要去麻祖 去麻祖 去麻祖 給你 給你大家不記得 你是徵徵者 你要當作信 你不是要說 我當總統 聽見證明 就把那個北角麻祖 拆掉 我會害羞跳來 老師你們講 那麼偏激 都對 我就要讓你知道 我說 我就這樣看 不可能 我會騎著 你給我打血 哪有可能 不過你要知道 所以 我跟那個 客人生農 編幹選 我就可以說 我們不能再拜給你們 你在拜一年 就表示 你永遠要 要讓這些 外國政權人 糟糕 這個就是 殖民教育 我們沒有 我們不要轉太 看我們 不懂 我們想說 當時 有什麼 阿爾子 會在 獨立戰爭 你們很簡單 不會送 你們高高在上 你 我跟你們高高在上 就是 用一種努力 你 你搭那些 社群集團 在海底 掌控 那些 那些 阿爾子 真的很好 大家 那些 殖民國的 國家 都感同身做 跟我們 台南國 都會感同身做 還要收錢 去做一種 不過 所以 那些想不想 大家 大家想 就好 想到 都 我現在想要選擇 我現在不是說選擇不對 公民投票 不好意思 那些國家的公民代表 是趴下說公民投票 你 阿爾子 你 是不是選擇 選擇 這張 胖子 我好像一大區 認識到 我知道他有兩三條 有一個 他是阿拉伯 他不夠 阿拉伯 我們 兩個小姐 我們 我們 關 關 關 這樣 這樣 趁一趟 你坐 葛國人 那些 葛國寶 這個門 蓋上 這樣 這樣 拆 拆 拆 葛國人 抓上 你心想 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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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到完成 那些 葛國人 你帶我一個 你帶一把 你帶一把 你如果 打電子 你帶一條 我就 五間八分六萬 這樣 就像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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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 怎麼反正 這段時間 我剛才知道 他做事不可能 你如果 FLN 這個 有一個 董事 他 在這 誰都在說 什麼人 如果做了 你不要 抓到 太死 這 你可能 我剛才說的 那個 Michael Collins 他可能沒有這個 要有人 在董事 第一次生 要帶錢 錢包 要人家董事 八百人 所以我們台南 西班牌 還早 還有西班牌 大家不要弄緊張 各位 我們 我告訴你 是 他去思考 那個什麼 他說 全部 全部 要跟人家 要說 如果要撞不住 他就把 全部人家 進去 把 廟廟 拿出來 隔壇人家 帶人家 去 一個 一個 撞不住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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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拼了 這拼了 你去看 豪权本色 我記得是豪权本色 我真的看他 整天 整天 都跟四個人在看 我看 豪权本色 Michael Collins Michael Collins 他是 那個 英雄人物 他很差 他那個 同志出賣 他就說 這就是 愛賤的下腹 這就是漢賤的下腹 意思就是 阿姨 再來 我跟他做兩位 他說 我們 我們貴報 你怎麼會說 這種人太多 要看他 看他 看他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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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人 他不停不靠 我 我現在 跟你說 有時候 我叫 百分之一 人 要去台東 我們就逃出 我們還說 百分之九條 百分之九條 不用算 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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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他現在 看他這樣 那就是我們去 所以他應該 待會兒 不要亂去看 第一次又半個月 又沒人去做 他沒有感同聲授 他跟他那種同學 有 有 如果一個人 一久的開始在 我們同學 兩幾少先生 他在我們 同學 民間黨 民間黨 第一次 他 他不叫同學 民主法 也要申請台灣特地議會 結果 梁志祥跟他說 你怎麼會學會 不要整天被人打 要打算怎樣 你整天都在你議會裡面 你只能變成道歉什麼 要有人變成議會的證書 當然也不可能 你也是要學會打 也是要打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跟他們說 你如果有去執民 拿來後執 我們現在是沒有去執民拿來後執民 後執民我們就要說 女性主義在說 以前被執民過 現在我們要脫離 以後要怎麼樣 以後要怎麼樣 以後就是 你現在還可以去執民 我們還沒有的時候 更不要談這個 我們沒有主義感說後執民 我一開始說 我們正在被執民 還在被執民 但是呢 回避了 他剛剛講 國民黨正在執民 或者執民的末期的現象 所以我們有個日本的後執民現象 但是呢 回避了 他剛剛講 國民黨正在執民 或者執民的末期的現象 沒有去處理 因為我們還沒有認為 脫離還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 裡面去想要透過議會路線 想要透過其他的獲得執政權的方式 然後反過來呢 正當化的中華民國體制 或者承認的中華民國體制 在這個裡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是停留在一個 以為自己掌握的政權 可是沒有真正離開脫離 那個殖民體制的狀態 如果我們現在前提子邏輯 我們現在如果把國民黨統治台灣 當作是一個殖民體制進來的話 那我們就會變得 當我們還在中華民國體制裡 不管有人說你修憲了恩賜 也不願意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也不願意連台灣要正名的時候 都會害怕的要命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還是在一個 被殖民的狀態 只是我們相對的變得比較自由 相對比較自由的民主化的過程 而且當你越民主化這個過程 越高的時候 你反而會忘記了你是被殖民的狀態 因為你覺得你是自由的 所以反過來肯定了這個 對現在這個殖民體制的震盪性 讓更多人不願意去反抗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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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兩個沒有套招啦 我心裡是一樣的 這個 我們剛才知道 剛才我們聽到很討論的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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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就是正在正 還在正裡 四百年來都沒有改變了 不過我們也要跟 人家說的好幾年就是 存在一樣 就是在說這個 本來我現象 要怎麼去掉 還是我看 出國語 有些國家是說 比是那些 被殖民國 國家有一個共同的比喻 就是什麼 你還要用 你還要用 你還要學習 而且還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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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你的 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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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去美國女孩 就是 第一名是台灣 第二名是伊朗 插進去 伊朗的核心 抓到這個 我們 看公共巴勒 他只要把他拿著 把他拿著 拿著 把他拿著 拿著 把他拿著 直升機 揹在那裡 把他拿著 把他拿著 他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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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 公費 他拿著 拿著 美國拿著 拿著 他拿著 這個 我沒有留意 我知道 你們這裡留意 所以 這差在這裡 就是 你有去鑑釋 有誰鑑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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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釋 還要鑑釋 所以 在這裡 其實 法隆 他在說 這個 鑑釋 要給 一個 叫 在美國的 跟 大家 打 這個 這個 東方學 那些 撒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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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欠了 他怎麼會 他怎麼會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看我 要死 結果 他人 找人家 要關心巴勒斯坦 關心巴勒斯坦 你就回去巴勒斯坦 撒一盒 你可能 我跟你的心情不一樣 我還可以做到生意十八十五年 我六百年很不敢回來 因為公眾 帶來跟我說 給你出國 我這樣做 我說 借他的時間 他說 你可以出去 還是你不可以回來 撒一盒 我感覺不要出去 不可以 所以我每次回來 撒一盒 要來向外國 演技場 我可以去 這年是我們家 我們可以去 我走去外國 要去外國 要去外國 所以這是不一樣 很多人都說 唉唷 是你怎麼 我那個學長姐都跟我說 你死人了 我就不可以 你出去 我走回來 我怕不可以回來 所以 一間的討論 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一聽 一聽 當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七十年以後的人 都順便黨國教育 說不定 中國做不大 講國語 不講方言 等等 都自己控制 大家科學 要科三名主義 中國文化教材 中國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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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教師 那怎麼都是哲學 我們的哲學 我們哲學觀念 就是那種 就是叫 明朝的中國 不是清早 清朝 清朝的地方是很進步 清朝的 清朝的有關天 明朝是 我已經有 有一次 我以前的時候 我以前被想 以現在様相過 有一個小學 欸 政老師 我們比較 兩對 什麼 都是明朝 我們是崇禎王朝的 也是那個慣例朝的 不然你現在要開了 你怎麼去找不找 他聽到了 唱了 一拜託 派三位老師來的 我說那延安大學什麼廣濟大學 我問你為什麼在哪兒學生 結果他派三位老師來 聽完了 兩禮拜就開 我叫董哥那個學生 學生拆到哪兒 他說那延安大學的時候 當場才講我 我聽到他講 怕你知道嗎 我懶了 我現在變成延安大學 我現在變成延安大學 現在不能去 現在不行 我有一個朋友還要懶 不要說而已 一起就輸 二節 台宿一個人 競你跟他一樣 我不行 全身過半都不行 你如果他去做一個 他說 哇 那些人是我都是他 他是台宿的 沒有關係 是 這樣補完 所以他這樣把你押送 都不敢把你押送走 現在喔 現在講不懂就是什麼 講不懂就是北京政府會堅持狗 他在推狗 他現在肯定 你說他在寫的 他會說憲典 中間的這個白痴是怎樣 因為他們把台灣鎖住 讓台灣的獨立 你看他這是最大的公文 不知道 那所以 說到北京 說他的公文 光陸中國最佬的殖民地 說到政經他就不敢動 因為政經主張台灣獨立 不好意思 政經他主張說 My name is king of Taiwan 你看看英國東部公司 小月配號 正式公司 Kid of Taiwan 我說台灣獨立 我要跟你拼一拼做 我說我才叫你大哥 但是你不是說丟到島 我才叫你大哥跟韓國一樣 我叫你大哥 但我不是不大的資源 所以 所以 我哭哭了 才叫你大哥 我哭哭了 為什麼 那種 這種 這種 結果就是 我們 我們從頭到頭 全部被子耳頭 你們不懂得去經驗 我居然是要哭哭 走這時候 都可以跑去 大家都哭哭 那女生就要撿西瓜皮 這樣高分的 那就是 穿制服 那幾個 書包什麼 幾個就是讓你一體化 一體化了就是 從頭的李小豪老師說 幾頭跟腳 全部被他打 我們這個經營 大家全世界 還沒有像我們有什麼恐怖過 就是 別人說到無法平常 就是 別人自民地 他就是說 我要訓練一輩子那種 聽話的知識問題 他聽話就跟他說 他告訴我為什麼在印度推延這個經濟 印度的威 威也罵救 不是幾十種幾百種 他要就是說 就 兩個官方語言最強是什麼 巴基斯坦 他們在告訴什麼 威也罵他 開始模糊回來 蒙古化跟那個 摩斯化 以前他統治過那個地方 他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訓練一批 有英國品味的印度 是說 看他們不斷說 所以那個馬克勒的時候 他告訴那個技術的來自 不斷跟他混在那裡 他要說他去 還要說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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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說 我們在說 在那裡混在一起 第一個最好笑的事情 第一個最好笑的事情 那個 那個 先生你把人家 我來帶外國人來看 他們都說 你日本人為什麼來看 我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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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去 他去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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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個十大那個 那個 恐怖分子 因為我的舉止行為 就完全是 是 日本式 我去看他 我臨著不然 不要走成這樣 就整個玩家喝下去 這是日本式的 以前我們睡在那裡 我早就這樣 我頂去整個聖望軍事 現在 那一代的一代人 就是 日本人要來找 他們老一代的 日本人說 哎呀 聽清楚日本人 日本健身之下 同樣不知道日本精神 他叫世界精神 可是那個時候 叫教養 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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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麼叫做教養 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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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教養 就是 我的聖望 老師說 我們現在要把那什麼 散掉 要把那個通識客散掉 通識客就是要教教養的東西 這個問題要教人散掉 讓你去學那些 一開始就讓你專業化 那就是動力化 所以大家說 日本人怎麼台灣去做醫生 說你怎麼沒碰到一個人 很多人去做老師 小學老師 所以那些小學老師 背後是很絕對 那方面的畫家 音樂家 幾乎都是那些小學老師 日本人會告訴他們很重要的美術 音樂 體育 我講不懂怎麼說 我跟我們講一下 你如果看有幾次去的一百年的小學 一定有二號碰 告訴我講 蓋的監獄比 比學校還多 就是這樣 所以 日本人的殖民教育 外不坦然 我們講考費點 因為我有講 聽完一點點就說 他要改進 內臺共學 想問那個殖民教育 民事允許 說什麼 要教大人 提升 自尊心 這是日本人的殖民教育 這句話 結果 我那時候 演講是 教育部長 連我一個字都沒聽 因為那一場是 他們老人來找人 要把那個 要把那個 移骨 刷牙 刷牙 請一人本人來講 我十六十萬 所以 剛才剛才 最好 演講的 我演講的 他們要怎麼翻 越兩萬塊 即時翻 越兩萬塊 我演講 越兩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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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當我講的那些是 為什麼日本人要想說 給大家 提升你的自尊心 數到要是一萬十萬 那這樣說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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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時候他還知道 你是 自己的問題有什麼 所以 那個 不要說 矛盾就是 還有一個圈格 當然他 好的去拿他 看 這個一樣 像你要怎樣 好人家 都可以用 那一天 過去有一個 外公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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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個月是怎麼說這句話 什麼店員都在做啦 校長都在做啦 他健在教授 要做什麼 台大校長也罵線 說我們兩個人可以做什麼店員 兩個店員才做啦 兩個收店員才做 都是白做的收店員 聽我的聽店員 只有一個收店 一個聽店員 他早就交給他回去 到處那時候 那個狀況 你看現在 現在 要好康的 農營 農營這個 抱歉 我都叫這個 第二方正 如果有請坐來跟他講 會殺狗的 以後會叫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 台灣到這裡 當然可以有很多的歷史的東西來講 因為剛剛講說 日美要提升台灣人的自尊性 那個自尊性 那個自尊性有時候是 讓你產生某些自律 或者管教方便 讓你可以自律 可是這個自律 背後可能建立在某種怕虐 就是讓你變得比較管教 比較容易 你自己就可以管教你自己 然後讓你自己有榮譽感 所以這個時候又 他可能是自尊性 有時候是一個管教的手段 比如說 榮譽本身就是一個管教的手段 讓你有榮譽感 然後我就好管理你 那你榮譽是誰 榮譽的標準誰建立 當然不會你自己建立 一件事有時候別人幫你建立那個榮譽感是什麼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類似像道德語言 修身語言的背後 其實它有一個政治的管教在背後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理解 所以它那個操作會越來越細膩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法農這裡面 柏子明的問題 其實它有一個 語言跟審美上面的問題 所以說 有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 我有幾個前輩跟我講 他覺得 外省人的女生 就是比較氣質 台灣人 主張台灣都一樣 這些人 你知道在這個時候其實上 他沒辦法 打破這種 上時候被灌輸的一種審美觀 比如說像這個審美觀 就是審美觀 審美觀 可以更擴大來臨 更擴大來臨 那個文化影響讓你失去自主性 包括你覺得 什麼樣子要長得漂亮的 長得漂亮的 可能都是神 整形出來的那個 model的樣子 結果我們的美女 美感 都是很難以後 只有一種美 我沒有其他的認為 一種稍微歪一點 稍微扁一點 稍微扁一點 稍微平一點的 我們都要立體的 大概就有一種符合 一種標準性的比例 但這個部分也是 就是讓你對你自己沒有自信心 然後一定要符合那個標準 那殖民體制的特別的地方 商業體制是這樣 殖民體制是 徹底的全面 在政治組織上面 創造一種 可以讓你可以依循標準 並以它為榮 然後用這個東西 趕過來檢查自己 然後接下來點擊自己 所以這個是一個殖民體制 非常強烈的地方 然後變成你的無意識 裡面還有講到 我覺得比較特別 你可以去看 像這個大地上受苦的人 裡面還有一個小部分 是法農他當時 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跑去阿爾及利亞的首都阿爾及爾 去租 那當時法國有一個心理學家 叫波宏 波宏 波宏 波胡的心理學家 他們在那裡設立一個心理學家 他說當地的阿爾及利亞 北非人 他們天生就是比較魯莽 比較壓抑 因為他們在眼腦上裡面 少了一個東西 所以在生理上面 他們就沒有辦法 產生一種理性自處的能力 就創造了這樣的運緣出來 那當然 法農就去反駁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是 因為他發現說 他是在一個集體的壓抑下面 所以導致他的這種精神狀態 你覺得他好像 因為他隨時要控制他自己的衝動 所以他唯一最自由的時候 法農講最自由的時間 就是晚上的九點到隔點上六點 在睡夢中的時候 他常常做那個精巧分析 常常發現 他就是在夢裡面是可以奔跑的 是可以跳的 一下就可以跳非常高 跨越一兩個山頭 只有他們在夢中是自由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反過外去講 我們現在如果說看到我們現在 這些 我們的朋友 周到的朋友 他如果說有個精神狀態 不太好的時候 他可能不是他個人的意思 是有個集體的 看不見的壓迫在他身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對人可能就會寬容一點 但是如果你把它科學化以後 我甚至覺得有些人種就是 天生比較低級 他控制力比較差 他是 他有一種 像我們講的那種 對野蠻的想法就是 他就是身體的力量很強 他是有很強的動物性 但是他缺乏這種理性的控制能力 所以動物性高不略理性 這個也是殖民者會去創造出來的 比如如同我們在北地園住民是一樣的 台灣早期在北地園住民家 北地所謂的本地人 當地人是一樣 他們創造了一種高級 而那個高級會讓 如果不再適應這個環境的人 他當然就會因此而崩潰 讓他找到那個不能力 又好又不敢反抗 那這個情況在台灣曾經出現過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 大地上收回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提供很多台灣去思考 因為我們雖然在歷史上面要講 去思考解釋的過程 可是那個後殖民還有部分 是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殖民的壓迫一直存在在這個地方 不會因為他脫離了殖民的時候 脫離殖民地的身份 那個壓迫不在 那你看到後殖民的這些壓迫 反過來再看 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脫離後殖民狀 不再是後殖民 正在殖民狀態 我們也有這個證照 這個證照是可以提供我們做參考 好 遺傳要擔作10分鐘 其他的給大家 來講幾點 好 我相信 大家剛才聽到我們 我們這樣講 你了解說什麼 我們這樣講什麼 我們這樣講什麼是殖民主義 就是 你這樣把他們的土地 把他們做完地灶 還說 還翻到回來 我強調這點 你說 新殖民主義 最好殖民主義 就是 他講我生在回來的時候 你老子裡的 人家是看一看去學法院 現在也在講學法院 也一樣 他說的是殖民地 他說的是什麼 跟所有人都不是學的 一樣 你看 你以提為師 跟煩惱在那裡 還有生一輩子就回來了 還高到再上 我現在是 不怕心 我是誰 我是誰 我不會講那個 但是 變成這樣去了 大方男子 也是用那個 角度的判斷 我常常用藤就說 他說 那個 聽說你是台灣大學教授 我可能很難 我從來就不是台灣大學教授 你怎麼說 大家怎麼說 大家怎麼說 我怎麼說 他說 他說 你在教台灣史 那你應該是不是 你應該是台大畢業 或者是有美的 威惑 他就發想就是 就這個 這個價錢 就跟你 不是他跟你提過 他也覺得他魚有熔煙 包括你什麼 每次我都去吃東西 啊 這是台大教授 我說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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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你是 你是長得像台大教授 對不對 跟著我們的刻板印象 我再補充一下 那時候在比利 這個當然是比較有趣的 我 當時在做責務的時候 我有兩個身份 一個用比利史文大學哲學博士 另外一個用輔大哲學系的助理教授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抽筆 來 欸 欸 這個事情 就會迎合到一些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對不對 外國的東西怎麼樣比較 我們其實都活在這個刻板印象 當然你要用這種刻板印象 去進行 戰鬥 你要去獲得一個方式 不然其他人其實他不在乎的 想像比利是啤酒啦 想像法國的紅酒 想像什麼品味布爾喬的高尚 或賣賣布爾喬的焦慮 你看這個是可以 就已經夠讓別人可以感受 你就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某個程度的高級 可是那是偽裝跟假的高級 甚至你知道你自己在偽裝 在賣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呢 是趕快在歧視在地的 跟生活景點豐富的 其實有一個看不見的標準 不管是資本主義的標準 因為我們今天還沒有講到 後製營裡面的背後裡面 跟資本因素加進去 如果再把資本因素加進去 那個就更複雜 那個是一個最更 我們就活在那個狀態裡面 活在那個消費主義的狀態裡面 這算命 我會給大家講話 因為現在他們都很專注的 踢那麼久 準備要攻擊你 所以我們要讓他們 有一個出路 可以說出來 來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問他個人的 問這個問題主題的 或者是有三個問題 一 二 男人 再一個女性 好不好 也可以三個 好 一、二、三 來 我是我第二 其實我是 我在中 你說這個地方 都差很久了 因為說 失明到後失明 就是問題 我個人是覺得 台灣說失明 比較怪怪 因為 其實大家 全部的事情 都可以自己觀點 是自己外觀點而已 這樣叫做失明 我是感覺很奇怪 應該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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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聽說 就是說 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剛想的 一個最大的問題 比如說 剛才說到在天炸檯的事情 現在我們如果天炸檯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其實都是要自己選的政府 意思是說 我沒有教育我選的政府 你就倒閉就好了 你有需要天炸檯嗎 還有一個問題 是說 比如說 阿吉利是說 要讓你當初的時候 他們是要把 或是要把法國人關照 如果我們現在是市民 我們要把誰關照 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說台灣現在是市民 如果我們 我們的目標 是要把誰關照 啊 說到要關照的時候 就像剛才一樣 我現在的感覺 對 這是我的問題 請問 請問 請回答 這 剛剛在這問題 我已經回答 五百萬拜 這個 對 我剛才有參選一個 說 我的經驗裡面 也有 做法國人 每次都說 不要在 不要在 你剛才說 我沒有做什麼 你怎麼不對 把他給他了解 他要了解 他要了解 為什麼 我們要把 這項目關照 你如果沒有關照 如果沒有關照 我們要把他做就好 他就不用關照 現在是 跟他 輪流之正 我是說 人出國 跟你的 建構做 對不對 你還要給你 執政 執政就是全社 你如果說 這些 來台灣的 這些 這些 資納人 一來 我不要說 一個人 這一個是 這個資納難民 我說資納難民 其實資納難民 他們很欺負 那 你如果有關照 我沒有 我 你 我 我 我 沒有 我 第一天 就是 他說 補阿高原來 讓你三天 日本一年 補阿高原來 我 都要 不要 你補阿高原來 中國 這很厲害 你說 你為什麼不去 我去 我去 他 每次就 當 當 人 有 那個 大 人 太太 那個 他 那個 可以 你不談 你不談 沒有我們唱 人會這樣 可以 那你 你先認錯 他現在 就不認錯 不要說 不要說 白色狗布 他現在這樣的人 太死不認錯 他就不認錯 所以 我一直替馬英九 背景 馬英九不是台奸 馬英九是 也不是漢奸 馬英九是中國的民族英雄 他把台灣人掛著就掛著 那是他們的歷史證物 我們的歷史證物 就不適時捍貴台灣 就是很簡單 他說 不要說太久 這個 這個問題要一點點 很退怒 很退怒 其實我很多朋友 都是發生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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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我這件事 我們就 你說 你怎麼說我這件事 他跟你說好 說我這件事 馬上病 他就 他就 他的統治的心態 不要說我們殖民 他統治心態 就是不改變 他告訴了 不是我們 那他也教授 我們就說 乾杯 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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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天打電話 他就說拜託 你都請 你越夠了 我們台肚越快 什麼時候 很多人都 你不再問他說 那裡面台灣 什麼時候要獨立 中國島台灣那天 我們就立刻宣布 怕你不怕 怕你 怕你 我剛剛說 你後色那麼多 他說 所以那個非洲國家 那些落後國家 他們只能獨立 當然要經過流行 人們就怕 人們不怕 落後再說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的 這個很奇怪的流行 講一下 老師你好 聽到你 聽到你 常常都講到 這個戰鬥要流行 想請問你 就是 你有沒有 一整套計畫 訓練台灣人民 怎麼戰鬥 怎麼流行 問得好 然後還有 就是 我覺得同樣的論調 你的論調 原住民也可以這樣說 所謂的台灣人 然後我覺得 那個外省人 就是認同中華民國的 這些跟那個 蔣介石 逃來台灣的難民 然後很多都已經 在這邊生活了很久了 就 不曉得你有沒有 對他們比較寬容一點的想法 如果說 一定要把他們趕走的話 我覺得原住民也可以用 同樣的論調 把所謂的 那個 那個 我們要 要叫什麼 什麼移民 實踐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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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論調 把我們趕走 這個問題 這個 台灣的 台灣人 獨了一關 之難難民立國 我們都是 領域族跟 南島女性 跟澳台 大家就看來 那個 李瑪麗 也是下一個 我們留著不一樣的學歷 這個 那你說 那你說 原住民會不會把他們趕走 我常常說 拜託 講我把他們趕走 這個 現在是 多一個總部的人這麼多 台灣是當這個小孩照顧 有好人配人 所以我全國都三大主義 我是大台風三分主義 不怕他們知道 我想大夫人三分主義 不怕他們知道 我好 我不說我客人 大夫人三分主義 你還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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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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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也要說 十分主義 你還要去 萬住人可以 不然 來啊 你三天 我們 你一邊一邊 你還要拿什麼 這個 日本有一部 小時候 那種 啟哩啟 那啟哩啟 那啟哩啟 一個默默的車站 那啟哩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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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你這問題 問得很好 是說 我們要面對 那你說 欸 比台灣的這個 欸 就是所謂這個 49 49 一號一台 跟他一樣 1949年生 跟他一樣 跟他一樣出來 那你會看到他們 為什麼他們 對這個土地 保留到很少數 不是 不是 絕對就是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中國 中國人罵他 就是說 大一桶嘛 統一嘛 那兩千人 應該就是這樣嘛 你要建議說 後期這首項不夠的 啊 我們現在就要去求他們 你說 拜託 你說 我講一下 什麼啦 以前民進黨 我剛才想理由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 不要說一下 以前那個街頭小霸 他說 他要提出民進黨 理由不公平 他怎麼說台語 尤其那個阿彌陀佛 我怎麼沒有參加民進黨 我怎麼沒有參加民進黨 我怎麼會在民進黨開會 裡面講開會 他就 他找到沒有理由嘛 我說 反正 反正 反正這人 我反正這人問你一句 按照人家的比例 你只要送給你 你最最好的 對不對 你說 來 來 拜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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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常常會看到這種 那你說 你問我說 怎麼要留學 都沒有辦法 說不重要 那你不要怎麼做 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書 他說 一面抗戰 一面見過 一面抗戰 一面抗戰 一面要抗戰 在這個抗戰裡面 如何見過 就是 冠石屬秀文 耶穌立憲 這各種思想 壯大自己 那不能說 只要 現在整個都在說 他都在說 他都在說 我都可以運動 我們拿到正前 台灣就獨立 那簡單 你拿到正前 台灣就會獨立 那對不起 那誰都可以 所以說 所以說 那你要怎麼做 我來講 那個書就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犧牲 不要學 那你楊醫生為什麼 我還是會 我本來 我本來 我以前國人本來 我以前國人本來 該有的都有 該沒有有的不必要有 裝上做 我爹就是想得這麼來的 但是 其實你問這個 如果說不說 那你們要怎麼做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商業盡力啊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老師就是那個 國在日本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 楊憲童老師 他演講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說 要組織民兵 民兵啦 民間的武裝力量 王蔡 這個問題 對啊 那我覺得可以 那個 一系列思考 怎麼樣 組織民兵 然後釘釘 謝謝 我說 你這樣講的話 就像 有一次很早 我去那個 陳大 跟台南醫生來講 我一天 好像這樣 興奮的 老師去到威脅 我威脅 我威脅 威脅 威脅 威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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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晚上大家到來買槍 台南醫生 台南醫生 居然不在高 我們做大一群 沒有看 你們要學的啦 我們要學的啦 我們要學的 我們要學的 所以大家都去健身醫院 那沒有看 因為要報案 所以醫生 外科醫生 他不會學那個 開刀沒有開那個槍 槍砲 所以這個 是不是明明是一回事 我們現在跟他說 這個 除非 我所說 除非像院 或者大吉亞 人民 正常要跟他 拆拼 那就是叫做民兵 那就是一泡軍 那就是改好武器 我們現在在期待說 沒有 我講一個節目 有一個人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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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我講 那個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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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兵 沒有問題 我們做你 一萬幾千 所以 報告大家 總統 我們沒有一萬個可以拿槍 最大的意思 真正的問題在這裡 我們現在一萬幾千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 不能說 這個 不行 這樣你就不要再說 那個商業機密再講下去 大家可能 不是 我講這個話 你真的要講嗎 內衣一定是講假的 不是 我現在不是講民兵的 就是 我們人家發的一個最大的錯是什麼 他本來要把我們的大人 走去拋回大陸 所以大家說 除了我以後大家就去當兵 那結果呢 他忘了一點 有一次我提醒他 你很高興 你把我們大人的軍軍 都比他 一二一的 我們還有什麼 這種部隊有的 他告訴他 在我們人家的應衡號召之下 每個的 主動的 背對你是陸軍海軍空軍 就自動背對 所以 那時候 那時候才會講這個問題 你現在 你會說 如果 這樣強調下去 會害 不是太辛苦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 你剛剛講的 我印象是很深刻 人家有 有一些 很難的 人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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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都在開花 那那個 胡同學的唱歌 有的人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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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結果那個 有個老先生 他就 他就 你講的 不要煩惱 我 我小時候說 那個老先生 也一直說 日本時代 說日本的 他都說什麼 結果十年後 我又碰到一次 又是那個 又是那個 蘇大川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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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二二八 我們在告訴你 又有這個老先生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怎麼會 來 我還不來就還了 所以 這個 有時候我說 我剛才說 我為什麼要說 我是大福王三文族 就是 我剛才說 這是人家的 沒有 我們現在要 共同創造 共同創造一個 用台灣 這句不好 台灣 台語是 外出台語的 馬英約人 台灣 所以我們 我們要使用我們以前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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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十年 所以 所以 拜託我 想想想想 拜託你 你真正感情就好 好了 這個 這個是 秘密 我們先不要 再 剛剛還有一位 一位 你好 我剛其實有聽 他 他有看到說 這個主流語 其實 剛才講英文 就是說 我們要從 面對一下 國際化什麼 這個東西 因為他 我們當我們 建立的東西比較好 之後 那我們說 我們要更有國際化 一樣 要 要 用 學習英文 以這個 規律去 去了解 其他地方 那這個 會不會落伏 就是說 他其實跟 被殖民 或者說 我們被 全就化殖民了 我們這個 這個沒辦法 也不可以 我甚至 我 我心裡 又跟 那個 激進的想法 後來 你如果 開始都到英文 不要再說 會不會 大家都講 從小就 國際化 台灣人 說 現在 現在 台灣人在 說 給我 說客人 是如何做 說北京 是如何做 這個 這個 這樣 這樣 讓人家去解開 我就 這次 我跟你研究 台語 問到 我沒出問題 這麼多年 才能吃好 你講這個問題 英語是 國際 我們不要害怕 那你說 這樣會不會說 因為學了英語以後 你就會 你就會被他指 我看 那 也太懷孤了 他老婆的人 就 在台灣那裡很好笑 不是說 我 我碰過那個 讀英文詞 我這樣叫什麼 你 唐英文的 我唐英國文學 不會唸英國文學 不會唸英國文學 我問過日文 日文系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唸日本的歷史 沒有 我是唸日文系 我為什麼要唸日本的歷史 你唐英文 不是唸日本的歷史 就 這時間就要唸 如果我們把英文當作一個是 你唸一個國際語文 當然從小就學 越早就學 但是 但是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太多政見發表 謝謝 如果我們從小學 四年級以前 學努力 我這樣講的是 很多國家都這麼說 就是 十歲以前 我小孩開始 十歲以前 我們都學自己的模擬 我們都學自己的模擬 十歲以後才開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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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啦 那個 中古話 我們當然也 推阿夢中年級去學 原來 病基是我們的二年級 不要告訴你 病基 但是 我們要知道 語言只是在教育 有工具 所以 好 我怎麼說 如何 我強調說 英文事實上是最 國際最重要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他以前殖民地太大 不是他殖民地多大 是PDM 區域太狂 從非洲一直到 沒有 歸 這些人都系不去 都沒有這樣子 所以 他現在英文就變得 越來越強勢 越廣闊 電腦也是用英文 好 我想那個後殖民 本身就是一個 英文字 你把它翻過來 跟講原文 其實意義 沒什麼大 沒有太大的意義 除非說 除非說 我們在發明一個 跟所謂 Post of Corona 對的意思 那我想 談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 後殖民是 對於 所謂殖民者 殖民者 殖民者 對於 他殖民的土地 提出一個 反省 或者進入一個 第二階段的思考 以康拉德來講 因為 Joseph 我看到他寫一本 黑暗之行 就是對於所謂的 那我們主於這種 所謂被殖民者 被殖民者 我們被提出 這樣的一個 後殖民 認述 從台灣的歷史 這樣來看 我不必 我不必去講 大家都可能比我厲害 那我們目前 做為一個 後殖民者 換句話說 做為一個 迫害者 我們被 迫害 請問我們 是不是還要繼續 沿著這個 所謂 後殖民的論述 一直發展 還是說 我們重新提出一個 被迫害者的論述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整個 東南亞整片 包括非洲 這些都提出新的論述 所以我們有沒有能力 重新去 解構這樣的一個 東西 然後再建構回來 變成一本所謂 因為我們 得心得的論述 至於說 講語言那種東西 我們已經討論了很久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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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是可以討論 但是那個討論起來 好像 還是會回到一個 很patriotic 就是很愛國這樣 所以我想請教 包括那個 陳教授留學歐洲 我想歐洲 是指定全世界的母國 我想 是不是我們有 有權利去出一個 迫害者的 好像講太多了 不好意思 謝謝 你是想說被迫害者 還是迫害者 沒有 那是被迫害者 我是被迫害者 被迫害者 我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 我們講殖民 有一個殖民 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普遍的 每個國家 大概都會發生這種殖民 有一個基本的套路 比如說 我們看台灣的殖民 在那個形式 是延續 國民黨在統治台灣 我們先去講講 殖民是不是 我們會知道 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方式 是從 為什麼甚至在為殖民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延續了 日本的管教的方式 中小學要制服人 可是 日本 統治台灣的方式 是從哪裡來的 是模仿阿拉吉利亞來的 法國的阿拉吉利亞 他們就是 因為1826年 剛剛我們如果 從史書1895年 他公布到 統治台灣的時候 他全世界一個 暫靠兩個地方 一個 模仿英國的 統治印度 另外一個是 模仿法國統治的阿拉吉利亞 所以 日本有這個參照點 然後去使用在這裡面 使用在這裡 這裡 這我們大概給我們現場 然後我們就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跟 為什麼我們在突然 透過討論台灣殖民的時候 會跟整個歐洲在殖民 產生連接原因 因為它的 模式是相似的 在創造上下等級的 階級的制度 這是普遍的 就是有些人比較高級人 比較低級 高級跟低級還表現在幾個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供應權 你有沒有投票的權利 當你沒有投票 比如說 比如在日本 統治台灣的時代 我們都是日本人 但是只有 來自於日本 母國的 他才有投票權 在地的台灣人 是日本人 可是他是 一半的日本人 他沒有投票權 一樣在台灣的情況 也會是這樣 有些人是有投票權 然後 有投票權 沒關係 我讓你們有投票權 但是我維持了統治 所以我要做票 我有做票權 所以我就可以反過來 更進一步來統治你們 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 統治的 形態的問題 那台灣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他裡面 有一些 壓迫者被壓迫者 也很像 比如說 講阿爾及亞 阿爾及亞他們有不同的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 他就有一個 用的少數民族 叫伯伯爾 伯伯爾 伯伯爾族 跟阿爾及利亞 當地的阿拉國人 還包括 出生在阿爾及利亞 猶太裔的 猶太裔的 法國人 這個又更複雜 又三種 不一樣的東西的來源 那在這幾個 不一樣的情況下 他們怎麼 第一個拿到 公民權的是 是 猶太裔的 法國人 猶太裔法國人 在裡面得到 所以猶太裔的 那其他人就沒有 就比較晚 那伯伯爾 那伯伯爾呢 他反而是在 阿爾及亞獨立 1962 獨立之後 那一定有個 最大的主權 最大的主權 就是 阿拉國人 那伯伯爾就 又變成一個少數民族 又受到這種 阿拉國人的壓迫 所以如果我們 為什麼我們在談 後殖民或殖民的問題 都在處理一個問題 處理平等的問題 不會你離開了這個殖民地以後 那個壓迫再存在 可能換一個新的壓迫出現 那如果我們關注這個問題的時候 它應該可以帶領我們到做 一個上升到一個倫理性的思考 或者道德性的思考 或者政治性的思考 那個如何在制度上的介入 避免那個壓迫的發生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談的 所以如果今天為什麼談 這個台灣的後殖民 一方面有 那台灣有很特別的 如果按照 剛剛不同的 台灣在底層 在階級裡面 就是不同的主權員 被壓迫最深 當然是原住民 就是從他們的出生人口 從他們的死亡 那個就是這個 平均壽命 原住民是比一般人都來得低 那來得低的 不是因為他們身體不夠強健 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條件 跟物質條件的相對比較差 那這個是一般的分析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全世界的 人家已經有討論過的這種 反過來去檢討我們自己的處境 就已經夠了 但是當然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東西 比如剛才有朋友講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 有那麼多 大家已經雜居這麼久 可能我們必須被迫要採取南非的模式 要和平共處的方式 我們可能不再能夠採取 暴力革命的方式 但是呢 他也可能是 楊碧川 他剛剛講的 他剛剛講的 最主要的 我們以為 有人覺得是完全執政 得到這個政權 他可以改變 對不對 可能是一個過渡事情 按照目前的情況下 大概是過渡事情 可是你剛剛說壓迫者 本身我們都是壓迫者 可是為什麼原住民他是壓迫者 其實他這裡面是被 對 所以原住民是被壓迫者 那你把台灣的社群放在 我們都是被壓迫者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輪回說 他被壓迫 那顯然是漢人在壓迫他 你懂我的意思沒有 是是是 是漢人在壓迫 可是漢人你還有分兩種 因為你要知道很多 所以為什麼受害者去壓迫受害者 所以我們會有初分 因為有時候會有在地協力者 比如說 你覺得說被壓迫者 有沒有人跟壓迫者合作 他一定要創造一個階級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創造一個階級 我要怎麼去管理這些 我要壓迫的對象 我要創造一個階級 那他從那個 我壓迫的人 提供某些特權給他們 在過去日本統治 台灣的情況是這樣 有些私階級 台灣他們過得很多的權力 然後在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有一群應該是被壓迫者 但是他們過得一個很極大的權力 那當然在之後 在原住民的情況下 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幫忙補充 好 我直接補充 好 你要補充嗎 好 來 快 就是 那個 我 我不用麥克風 那個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在一些原住民的部落裡面 他們原本是採取說 是共同會議 來決定的制度 可是為什麼我到日本來 來的時候他們會採取用聲章的方式 會用頭目章 頭目章 他們其實說真的 也有一部份是因為說 他們是看誰比較配合 或者是說 誰跟政府比較親近的方式 來選擇給予頭目章的 那 進行 那我們要講的事情是說 漢人有沒有壓迫原住民 這個是一定 這個是一定多多少少有的 那 可是問題是 有沒有 原住民他們不只是接受所謂的 所謂的漢人壓迫 國民黨戰後 國民黨也有壓迫他們 那日本 是原住民他們的 自己在壓迫他們原住民好不好 你動不動嗎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現在 在我們還需要 我們可以把力氣拿去攻擊 你有壓迫過國民主民嗎 然後呢 然後那個 我有啊 你說我自己的討論空間 是啊 誰說要不要走 其實我瞪了我 誰被誰壓迫 我 所以實際上準備戰鬥 我覺得這個討論 我覺得這個討論 你問我有沒有 我有啊 因為我去來雨 然後我發現 感覺上就是說 他們 我消費 然後我把他們的文化 試圖 改變成我的生活方式 說我有 我承認我有 所以你是有一個 有反省性的人 像你這樣的人 就 你們兩個都具有自我反省性的人 然後又吵架 那就在 誰比較道德 誰比較道德 我們不要競爭誰比較道德 所以我給你聽我看 你是不是不敢說 你不敢說 你不敢說 不敢說 我們先停一下 這個先停 那我有啊 我們必須留下 我們等一下這樣 同樣是 同樣是 當我這種意見 就在訓的人 對不對 好 就是有在 拼 拼來正反 在拼 同樣在說這種的人 都是 自己與足的人 在壓迫自己 那那一些被 壞來的人 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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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當嗆手 這樣會不會 你這樣會做 就 然後 說 壓迫這個 魚族的人 我們現在反過來講 這個可以求解的 等一下我們讓 畢川兄講最後一個部分 其實有一句話 叫做以漢吃漢 這就是人家高招的地方 英國 黃家 在英國 統治他的英國 他也很清楚 他就有名的一個總理 你 被黃家統治的這些人的 吃喝拉屎 你們自己管好 但是我黃家要的 一毛都不能缺 這叫做真正的統治術 這個 這個 沒有什麼 這個應該是common sense 不是正式 這個 知名裡面就是說 真正的被知名的族群裡面的 哪一些人 被外來的人利用 這才是 最大惡極 該清楚的部分 不過有時候 利用是一種選擇 被利用是一種選擇 因為自己要被利用 然後他不見得是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等一下 我們到三點 你能跟 一傳那 兩個去討論 未來的民兵戰術 加上那個機械系的教授 所以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未來求解的方式 但是我們在談 這個厚子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即使你在一個被壓迫的狀況 我們都是具有一個反省性能力的人 人是一個自主的人 人當然他有時候 當那個 一傳牙叉說 當他被開天脸 被啟蒙 被開啟的時候 他發現他回不去 他有一個 人就開始自由了起來 所以即使我們都處在 職明的狀態 被職明的狀態 我們也有可能 就可以 還是可以對現實有所批判 對未來有所想像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很強的反省力 去反省我們的現狀跟俗情 所以 來 我想要 就是他剛才 不好意思 我想回到剛才那個弟弟 剛才問的那個英文的問題 因為 我也覺得其實現在 如果說要有個公共的語言的話 那學英文就其實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可是英語世界這個體系裡面 本身就是一個殖民階層 不公的體系 以第一來說 我們剛好 我剛好跟朋友這兩三個禮拜 都在討論這個 因為剛好就是前 前三個禮拜 全台灣最貴的 貴族小學 湯小學校 他就要出一個醜聞 就說 這個可能是 這個可能 這個事情目前還是羅生門啊 總之就是傳聞就是說 他不入用有顏色的人種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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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學者他就說 他有時候就會跟他的台灣學生說 我們 我們早期比較多那個 飛機的家務移工有沒有 就是以前 以前他會稱為 指揮的費用嘛 那他們就會說 那個學者就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你家的菲律賓人去學英文 你為什麼要跟我來學英文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 你要反殖民化你生活上的一個時間 就是 譬如說 台灣現在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從就是 我們之前在英國 然後 現在要回台灣 帶我女兒上一般的私幼 我要找沒有外籍老師的私立幼稚園 是幾乎很難找的是找不到的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想法呢 其實也是在英國 我去英國幾年之後發現 第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啦 就是 那個 你們有沒有聽過蘇格蘭槍的英文 就是 蘇格蘭 因為其實英國 他們現在也很注重 就是說你各區 要有自己的語言 跟自己的槍調的節目 所以其實蘇格蘭有一個 很有名的節目主持人 然後他應該也是歷史學者之類的 所以他講的主持的節目 全部是非常蘇格蘭強調的英文 那我發現他其實跟台語講的英文很像 所以我第一個得到的衝擊 就是我從小 我媽媽教我說台灣人學的英文 都是台灣老師教的 然後你那種 台語的人去講英文 那個 的不會發 還有r不會發 那都是非常不標準的 可是我發現蘇格蘭槍的英文 其實跟台語槍的英文很像 所以我就開始在想說 為什麼 那為什麼台語槍的英文 會是被 會是被鄙視的 那就是跟阿爾及利亞的情形有點像 那再來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們在學英文的時候 那我們想像中的可能是美國槍 美國槍還是紐約區域的英文 然後英國槍是倫敦區域的英文 那為什麼不是蘇格蘭人的英文 就是說他們講的非常流利 只是他們有腔調 那再來另外一個衝擊呢 是我在英國那幾年就發現 先說我去英國的時候 我的雅思的聽跟說是沒有 就是說是大概是最高分數這樣子 然後去那裡發現 其實那根本都沒有用 因為你在那邊的客服全部是印度人 然後教授也是印度人 然後你去街邊買東西 也都是印度人 然後我聽不懂印度槍 所以其實生活就會陷入一個 常常陷入一個卡在那邊 一個攤團的狀況 我聽一個學期的課 我聽不懂 我是印度老師在說什麼 就是完全是靠Horway 所以我就變得非常的茫然 然後但是我發現呢 那可能台灣人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要學印度槍的英文 那別人聽不懂 那重點來了 第一個全世界印度人那麼多 一定比英國人跟美國人多很多啊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發現 其實印度人的腔調再重 他們一定聽得懂英國人的英文 然後英國人其實對印度槍的英文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聽得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語言 語言掌握語言流利度的問題 不是槍調的問題 那台灣現在有一個很 不是台灣啦 就是全世界也很重要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語言之內的階層化 就是阿爾及利亞應該 當初的阿爾及利亞應該也是這樣的問題 你講那個標準的 你就是階層就是很高 然後你講印度槍的英語 你講菲律賓槍的英語 你的階層完全就是很低 那我真的曾經 我也曾經 我現在也是覺得說 你真的學英文 你就不用 為什麼要獨尊美式英語 英式英語呢 其實台語槍的英語是OK的 只要是你的 就是只要是你可以溝通 或說很法對或是很流利 其實真正母語人士都聽得懂 所以因為我記得好像有些人 是英語教育 念英語教育的嘛 所以我覺得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在台灣的私有裡面 你一個外師配一個台灣老師 台灣老師的階層是 不好意思 台灣老師是第一等的那個薪水 跟家長看你的那樣 都是第一等的 所以就是既然有弟弟妹妹 可能在念這方面 或許也可以 希望可以給你們一點點鼓勵啦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觀念是錯的 那其實我希望會有更多的家長 來重視這一塊 不要再獨尊所謂 西方白人的英語口音 好 謝謝 OK 這位媽媽熱點掌聲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個笑話 在20年7年6年的時候 阿姨就到比利時裡面去訪問 然後我們去 我們就當然 這個可能到時候卡丁 然後去訪問的時候 我們發現那個 蠻久在報紙上標榜中 他每天都花兩個小時 再學法輪 然後他們說 欸奇怪 我們那邊發錢在選市長 怎麼讓他兩個小時 再選法輪 在幹嘛 對不對 那其實只要把市政做好 幹嘛再學法輪 所以他一定會認為法輪 會想法輪比較高級 所以他就想要證明他是高級的 所以會想法輪 然後這是 去的時候去 就跟他媽媽 跟著媽媽講 他有學法輪 結果我們去的時候去 因為萬一馬英九 我們就有機會碰到馬英九 問他問題 欸萬一他法輪很好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按照他學生 他法輪覺得跑不到哪裡去 為什麼 我們找了跑不到哪裡去就是說 就像語言好在一個程度是可以聽到不同強調的辨別 還是可以溝通的 比如說有人 在我們現在講華語的世界裡面 就是 你碰到外國人講的那個華語 你都還聽得懂可以辨別 為什麼 因為你華語夠好 所以就可以 用中文來看就可以知道 那 後來去的時候 我們就後來去問派問題 問到問題的時候 你有國際計程嗎 國際計程 我們當然要用國際的語言來講 我們就找一個 台語腔的法文 非常重的 來對他法文問題 那法文問題的 這是好玩啦 法文問題 他一定聽不懂 不管他懂不懂 他一定要找翻譯 因為他不可能好到一個人 在座的時候 國際計程都聽懂 那我們就 要去問他問題 當然他就沒辦法回答 找另外一個人來 那法語要好到一個程度 他才才可以聽得懂 就有台語腔的 法文 所以在某式 有腔調實際上 是可以表明的 有腔調應該是可以光明的 你本來就帶著你的父母的那個腔調 去講語言 只有 那種被殖民的 或者是還有一個階級的問題 才會去改變自己的腔調 因為你覺得有一個高級在那裡 那個高級不管是主權的高級 還是一種階級的高級 比如說法國也有一個 也有講標準 哪個地方的法語講的最好最標準 不在法語 也有 可是很多人都要去 我要去學標準的法語 但是說到底標準的法語 重要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等一下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來 在這裡討論 我們讓傳媒在五分鐘 把他這個 厚持你 以及他可以臺灣的一些想像 我們 再讓他把五分鐘的聲音做個小節 好 好 謝謝 最後要講這點講到 我 到現在我們聽了 我們都是老爺 我們都是奴隸的 被誓民的奴隸 不過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要做老爺 奴隸裡面的那個管 奴隸代替主的 你管奴隸的叫做奴隸 所以說到最難的就是 奴隸夠用 尤尤先生 他姓也不知道 在才說 你們待會兒 那有一句 我們問清楚 他說 蔣介石 就是把人才當奴隸 奴隸就是把奴隸當人才用 人家說當中 他這句話 他其實是比較恐怖的 他整個學習說奴隸化教育 我們走一走 奴隸化的教育 那個比治理教育更恐怖 所以 剛才是 他做到這個 我們都講到語言 大家都要學自圓強政 標準強 什麼國瑜 全世界說國瑜 國瑜人的地方 就是台南全日本 日本講的國瑜就是東京強 所以這本人就很討厭東京強 他就禮拜的電視天 說所有人都在哪 最難聽的是東京強 那我講的就是九州強 所以說 東京強是 往上升 然後 語對不對 我們在台南說阿妹 那他們的東西說阿妹 就很高興 他說 統治者的語言 變成標準的 所謂假音 正音 不管是北京的 還是說 反正那個 那一群統治者在顧 他在做過什麼很簡單 他有教育工具 媒體賽 所以就 對他們說 那個 那個 後執名 我沒有去執名 其實我想了很久 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得到其次 我 我不必可以沒隱瞞 我的腦袋裡面 都是共產主義 沒有跟你陪 那有一個 貴姓的 叫做歌歷斯 意大利的歌歷斯 其實有一個 那個 那個 國人的歷斯 一直感到別人 我們要搞的半天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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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權叫做這個 主導權叫做這個 所以你的教育也好 你的高腰法 你的什麼 當然你被孩子 我沒有同意 最後你被同意 你同意要統治 是因為 你整個價值觀 你受到高腰法 你什麼都是你的 所以 你不知不覺 那你要脫離這個的話 那我想那個 跟這個 要去之後 你還有很大的關係 我一把爸爸都記了 你怎麼知道 專門討論那個 那才有趣 就是說 跟我說就是說 共產主義 你不能 共產主義 文化法權 好 那我講的最好 一句話 你跟他說 我剛才說 什麼叫做 延續性的 什麼討論 以前 東南報道 行政院就是 你它是延環 你知道嗎 那頂頭圖 有一些同像 蔣介石騎著 你知道那些 那些是誰 那些本來是誰 日本中島 日本 總督 俄裕 原來的總督 現在這來 改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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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延續殖民統治 所有人都看到 殖民統治 就是什麼 那個殖民地 所老的東西 中東部 病毒等等 都是延續 這都一直在延續 那 可悲的是 那些獨立後的國家 也是這樣 後殖民後 就在獨立後 就把國家 這樣 所以 海報也提出 現在 阿爾吉利亞到現在還是 相當獨裁的 到後來 你自己觀察自己 我們剛開始 都沒效率了 不然到後來 大家都盼了 突然叫做獨裁的 這就是現在 所謂第三支界 有共同一個 悲情的宿命 都獨裁的 那 大家都說 會這樣 如果 讓我當總統 我絕對獨裁傷 因為 不要到逛 乾脆是獨裁的 對 產生大 然後我就下不來了 所以 絕對自己就下去 對 所以絕對不能讓他當總統 他的意思是 講反諷的意思 好 來 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再熱點掌聲 謝謝 楊貴先生的朋友 謝謝 謝謝